經典推介 七月過山 死了要看 不死的更加要看 又到我說經典的電影推介 不過今次我不是說電影 我只是說一本書 因為早前自己收拾一本書 什麼書呢? 就是黑澤明自己寫自己的自傳 叫做《哈姆的遊》 其實很有趣 這本書是由他小孩開始說 真的是一本自傳 但裏面大部份都是說他拍電影的經歷 還有在他周遭的人發生的故事 其實你用一本故事書去看 都可以的 真的很自傳式 由他小孩到他 直至什麼時候呢? 直至他拍羅心門 和羅心門拿獎之後 然後他就沒有再寫 其實《哈姆的遊》這個名字 是日本一個民間的故事 相傳是一種很醜樣的蝦毛 他醜樣得如何呢? 就是如果他照著鏡子 他看到自己的樣子 就會嚇到全身冒出油 但那些油原來就是一些醫藥的藥物 可以治療很多病 其實在日本的民間故事來說 其實這就是一個很妝子的道理 無用之用 本身是一種醜樣的青蛙 但原來他嚇出來的生油 就可以用來治療其他動物 治療人的 其實克澤明就是借這個故事去說 說他自己的自傳 其實他都覺得自己冒 好像一隻蝦毛一樣 不過他就捲了一些油出來 讓大家品嘗一下 其實故事裡面我挺喜歡 因為他很多說他拍電影的時候的經歷 甚至說他拍羅心門 為什麼會拍得到這部電影 基本上他計劃拍這部電影的時候 是整個電影公司的人都想禁止他 因為人都不知道故事說什麼差 大家如果有聽過羅心門大概就知道 以說故事來說是一個很特別的故事 因為這部電影裡面 每個人都有自己一個說故事的版本 而當時克澤明是有三個編劇跟著他 三個編劇看完他寫羅心門的劇本 都不明白他說什麼 因為其實要幫他撿 因為原本是一個小說 是《戒村龍之界》的小說 要變回了一個劇本 那些人看完之後 是不知道說什麼的 有三個編劇去找克澤明 克澤明就從頭到尾說一次 故事說什麼 結果三個編劇 有兩個解釋到他說什麼 第三個也是解釋不到 後來第三個編劇 就做了兩個月後自己辭職 領不住 自己辭職走了 所以這本書很有趣 他講回他們為什麼會拍這個故事 由一個小說說劇本 後來在日本的市場是不受重視的 但反而去到威尼斯就拿了個大獎 甚至乎整個電影公司的經理 在之前都不斷拆拆拆拆 所以說這本書是不可以的 但一拿了照片之後 有傳媒的訪問 他就說 其實我早就看了這本故事 覺得很喜歡 他就照如實的情況寫出來 所以當你看這本書的時候 很有趣 很有電影人的感受 還有提到一些關於攝影師的 例如羅生門 他用了很多逆光的拍法 在當年來說 逆光的拍法 基本上是禁忌 所有攝影師都一定是順光拍的 因為大家都知道 逆光 逆光就是人黑 變成截剪影 對 怎樣拍啊 你還要用很多其他東西反光 除非是找自己笨實 因為當時他想用這種手法 去反映環境的 illusion virtual的感覺 所以他們採用了逆光的拍法 而當時也拿了攝影大獎 所以很建議大家去看這本書 挺有趣的 叫做哈姆的尤 就是黑澤民自己的自傳 你聽的是Needy Radio